你对本宫有大恩 你救了云里的孩子 所以 我当年差点害得这两个孩子 无法降生 可今日是你救了他们 他们是十七爷的孩子 是十七爷的 不行 皇上对红衍和灵溪这样做 定是起了疑心了 你要早做准备 皇上病重 夏衣是留不得了 光留不得夏衣有什么用啊 从现在开始 我做任何事都和你无关 你都不用管 好好看住你和十七爷的孩子 西贵妃啊 你的福气在后头 好 我会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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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没有听说过 温柔刀 刀刀歌人姓名吗 皇上万福金安 皇上 皇上气色的好多了 夏宜呢 药好了 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夏宜 夏宜不能伺候皇上 反而使皇上忧心 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她 你杀了她 皇上一向教导臣妾 无用的人不必留着 你果然知道了 皇上圣名庇佑 臣妾只需依赖皇上 其余什么都不用知道 皇上服药吧 皇上怕烫 臣妾先喝一口尝尝 好苦 不过良药苦口 皇上放心饮下就是 皇上 有几苦 就先搁着 好 是朕的嫔妃们在哭吗 她们 也知道朕 不咎于人事了吧 宫中人人都到皇上快驾崩了 提早哭一哭 不是哭皇上 是哭自己 朕一向喜欢你坦诚 朕想问你一件事 臣妾必定之无不言 红颜 到底是不是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不得了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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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朕四郎了 你再叫一次 好吗 皇上累了 先歇会儿吧 臣妾先告退了 你再叫一次朕四郎 就像你刚入宫的时候 一样 刚入宫的甄嬛已经死了 皇上你忘了 是您亲手杀了的 臣妾 是纽护路甄嬛 再也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朕 与桓桓 与淳源 那时候 回不去了 为了 老师妾 你恨毒了朕了吧 皇上胜利 不过皇上放心 臣妾再恨毒了你 也会好好抚育靖和公主 梅姐姐若知道 她和温时初的孩子 得皇上多年疼心 九泉之下 应该也会高兴吧 你这个毒服 只要杀了你 比起皇上残杀手足之毒 臣妾甘拜下风 你比知道还师彼身 臣妾觉得还不及皇上 时中之一呢 放肆 放肆 你果然 对云里有私情 你竟敢 你竟然谋逆 背叛朕 不妨告诉皇上 回宫后在你身边每一刻 每一次与你接触 都让我觉得无比恶心 宁品也是如此 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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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门口侍卫都被臣妾遣走了 臣妾就在这儿 皇上吩咐便是 皇上刚服下神汤 动怒无异于龙体安泰 只会让皇上 你那日劫心火难消 皇上息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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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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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家宝 皇上 家宝 皇上 家 不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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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贵妃尚位 西贵妃本是有皇子之人 这楚位之事 岂是她说了算 先帝在世 西贵妃掌六宫大权 未同富后 自然可说 国家大事 深宫妇人怎么懂的 只是先帝在世 多番提起楚位之事 临终也有吩咐 本宫一直不敢妄言 今日诸位亲王都在 本宫只得巨石相公 你别当我不小的 立皇口小儿为国君 怎能服众啊 士族六岁登记 圣祖八岁登记 天位所在 怎不能服众 士族又多而滚 圣祖又敖拜 你可别削错了路 你 本宫既然掌管六宫事宜 那诸位亲王 不得不听完本宫 说完这一句再分辨 先帝圣名 虽然喜爱六阿哥 却也知主绍国仪 却也知主绍国仪 一切以国事为重 夕贵妃所言甚是 是 先帝有亲笔秘旨 司阿哥弘历 人品贵重历练有成 宜成纪大统 处位之事 怎凭你一面之词 先帝并重 司阿哥监国 恒亲王是否对先帝 有不臣之心 才处处嫁以揣策 先帝高瞻原主 早将亲笔秘旨 皇旨顾丰 驻于锦匣内 搁置在乾清宫 正大光明牌匾之后 诸位王爷及亲贵大臣 可前往乾清宫检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跪 依召首 再叩首 三叩首 朕今日登基 当行仁孝之道 遵先帝世宗一命 追遵嫡母淳元皇后 为孝敬皇太后 遵圣母西贵妃 为圣母皇太后 扶尽妇察室为皇后 侧附济乌拉纳拉氏 为贤妃 侧礼追风之事 皆由礼部郑重相待 皇下人的下 吾泽望明 修理大使 祝贝妃 太后 祝贝妃 和穿佛 彼女 启奏 启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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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禀太后 今日景仁宫的人来回话 乌拉那拉氏听得李月炮声 问了是否是新帝登基 他还惦记这个呢 哀家有多久没见乌拉那拉氏了 四年了 今日普天同庆 哀家也该去问候故人 景仁宫空落许久 乌拉那拉氏他 他或许还痴心妄想 想着哪位新帝登基 能挪他出景仁宫 遵他为太后呢 他是痴心妄想 太后留他性命至今 已是宽人无比了 去吧 去吧 喳 给皇太后请安 景仁宫一切如旧 似乎还是西年景象 时仪时役 人事早已不同 皇后还似从前一样 盯着那些鸽子看吗 早些年事 先帝家崩后 皇后日夜痛哭 眼睛不大好了 便不再成天望着 这些乱飞的鸽子 依太后娘娘的吩咐 这些鸽子老了就再养 总是要活蹦乱跳 爱飞的那些 乌拉那拉氏 怎么不来迎接太后 她是皇后 我是妃妾 自然该是我去拜见她 人在哪 你来了 皇后依旧耳聪不明 今日是登基大典 除了你 还有谁有闲情意志 来看本宫啊 你真是一点也没有改变 和本宫讨厌的样子 都明屈比 老您牵挂多年 怕您忘了哀家的样子 所以不改变 甄嬛 这几年您也不好过吧 再不好过 再不好过 如今也好过了 大兰 竟敢在太后面前失仪 才不跪下 先帝继位 她是新帝 她是新帝的额娘 是圣母皇太后 先帝未曾废后 本宫依旧是正宫 如今便该是母后皇太后 帝数有别 还是盖她甄嬛 先来拜见哀家 娘娘好糊涂啊 先帝生前太后已是贵妃 设六宫室 如今四二个登基 只遵咱们这独一无二的太后 也竟不让自己的儿子做皇帝 天下前 竟然有你这样的和娘 但皇帝未必是天下第一德一事 先帝生前受了后宫多少算计 连她自己都算不清 哀家可怕极了 将来自己的儿子 会娶上一位像您这样的皇后 算计得先帝几乎断字绝孙 不管谁是皇帝 哀家也是太后 即便被你承怀 困在这几人宫一生一世 哀家都是太后啊 你放心 心帝纯孝仁厚 不会不顾您的名分 昨日哀家与心帝已商定 依旧遵您为皇后 当然 这得在您活着的时候 皇后 息怒 你好歹毒的心长啊 哀家是心帝的嫡母啊 是嫡母啊 你怎么可以不顾心帝的身份 你如何对得起先帝 你对得起先帝吗 先帝的确答允 孝公太后乌拉娜拉是不出废后 所以您还是皇后 一直到您死 先帝还说过 与你死生不复相见 若您成了太后 他日必定要与先帝同葬灵起 岂非要先帝食言魂魄不宁 所以哀家决定 要让先帝与淳元皇后同葬太陵 你死后 则葬入妃陵 是啊 死生不复相见 死生不复相见 先帝恨毒了你 你害死了他毕生罪爱 害死了他那么多孩子 他肯保全你皇后的名位遗熟勉强 怎愿再见你歹毒的面了 是先帝恨毒了我 还是你甄嬛恨毒了我 没有你 何来今日的甄嬛 哀家能有今日 全靠皇后您一手指点历练 自然感恩戴德 尽力保全您此身荣华 只是哀家已是太后了 秉承先帝旨意就要替先帝成全 他日史书公笔 前朝后宫都不会有你只字片语 您就好好一养天年吧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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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姐姐 移居慈宁宫还习惯吗 也不拘住在哪儿 只要姐妹们能在一起说说笑笑的 这就是好的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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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欲病天之后 皇后 他日夜伤心 journals Constitution 必定会保重身子 怎么了 回太后娘娘的话 景仁公娘娘 没了 什么时候啊 是昨日半夜 心悸而死 宫女发现送进去的早膳未曾冻 才发现出了事 来报的宫女说她身子都僵了 可是眼睛仍瞪得老大 死不瞑目呢 这大好的日子真是晦气 该怎么办便怎么办吧 这 你没必要太在意某个人 某件事 倒是咱们的皇上这后宫里 就一个皇后两个妃子 也该招一些妃嫔进宫了吧 是啊 等过些日子也该打算起来了 太后 太后 皇后和贤妃前来请安了 传 给皇和娘请安 正好你来 你表姑母过世 你也理应 去景仁宫治理 臣妾只知寿康宫 不知景仁宫 借乌拉纳拉室 虽为臣妾的表姑母 但更是大清的罪人 臣妾应当公私分明 今日是皇帝登基后 你们头一次来寿康宫请安 哀家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们 皇帝年轻 宫里嫔妃只有你们两人 今后人多也好 人少也好 哀家眼里见不得脏东西 你们自己好自为之 别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 多谢太后教导 一转眼秋天了 春喜殿里挪回来的和欢 还是郁郁葱葱的 本就长在这儿 月土难离呀 许多年前 云里或许也是如此 禀风创下 言诵的 原本应该平安嫌疑的人生 看见六贝勒如此 太后也可以心累了 红燕 给皇阿娘请安 来 起来 皇阿娘 皇阿娘为什么哭了 皇阿娘也不知道 你的几位皇叔里 输你十七书学实罪冤博 可惜他已经不在了 你应该多向你十七书学 只在博学多私才好 皇阿娘要你住在此处 便是这个意思 儿子一定不辜负皇阿娘期望 那就好 启禀太后 皇上在寿康宫等您 知道了 好好读书 皇阿娘先回去了 恭送皇阿娘 这个时候皇帝怎么急着过来了 今日慎郡王尚书 说西夏唯有一年 王寺无忌 希望以果亲王之子入忌 元澈养在慎郡王府多年 不如就祭祀慎郡王府也好 只是如此一来 果亲王一脉即非无似 皇帝意下如何 到时候再挑好的 继承果亲王后寺就是 这几日儿子读书 有些困惑之处 想请教皇阿娘 你说 儿子读郑伯刻断于烟 见郑国之祸 兼淫江氏宠爱幼子 苛代长子而起 儿子心想 亲子尚且如此 若是养子 又该如何 皇帝身为仁军 读这些书是好的 黄帝身为仁军 读这些书是好的 如今红燕已经长大 若是外头再起闲话动摇江山 岂非是哀家的罪过 所以哀家想请皇帝同意 让红燕入肆裹亲王一脉 黄阿娘思虑周详 儿子自然允许 等六弟长大成人 儿子会让他想亲王尊位 一生荣华 他是你亲弟弟 黄阿娘已经年老 自然要你多照顾 黄阿娘事事为儿子考虑 儿子敢记不记 唯有以天下养 才能报答黄阿娘的养育扶持之恩 你我母子之间 不必说这些 皇帝朝务忙 早些回养心殿吧 那儿子先行告退 改日再来请安 太后 这是要保全六倍了 父母之哀子 比位之计深远 皇帝并非我亲生 又多姨多思 只有让红燕出四旁之 永无计位之可能 才能保住红燕永生平安 对六倍勒而言 这也是个好去处 他在世 红燕不能叫一声阿吗 死后总得要 我不给你 我的天啊 我没见过 我没见过 我怎么回事 我没见过 不是 我没见过 我没有人 我没见过 现在 我没见过 我不会 我没见过 你 我没见过 你 我没见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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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